Hello, 大家好, 又是 Ivan 來到 吳仔這個頻道, 跟大家分享一些理財、財經的資訊 希望大家支持我本身書 1000個收息, 有很多不同收息的工具 Ivan Sir, 你介紹的那些基金 有沒有買到這些雷曼的債券 類似雷曼的瑞士、信貸 或者不同銀行的AT1、AT2的債券 不好意思, 暫時都沒有 我自己買的債券都非常小心 如果你不太相信, 你不太知道 究竟我自己的投資取向如何 可以參考這本書 1000個收息, 有很多不同收息的方法 希望大家支持我小弟 今天想說一下 德國最大的銀行 Deutsch Band 會不會成為下一個瑞信呢? 很多人說最近都跌銀行股 跌得很厲害 星期五晚, 德銀還跌了十幾% 是2019年以來 也算是跌得最厲害的一次 整體的歐洲銀行指數 跌幅最大的銀行股票之一 究竟呢? 外面說到西方血雨、瑞信 又美國那些SVB 很多銀行一直跌下來 究竟會不會波及到 你自己拿著這些銀行 或者你自己拿著那些股票 一些存款呢? 今天想跟大家分析研究一下 好了, 在未分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按讚、訂閱和分享 五仔的頻道 當然, 希望大家支持 我本來有一千個收息的理由 很多不同的收息 理財方法 也要重新說一次 我自己拿著那些 股票、債券 都沒有持有 稅訊 這些資產 大家都知道我不是喜歡買銀行的股票 所以 都要小心些 今年去選擇一些好些的 不同的債券 一些安全的 投資工具 都很重要的 無論是基金也好 都要小心謹慎 好了 今天想說一下 因為我發現很多傳媒 都沒有很仔細研究 說得清清楚楚 這件事 德銀 其實它現在是一個二級資本債 這債是提前宣佈熟回的 什麼意思呢? 其實通常是買債券 跟大家分析一下 買債券 通常是表面值100元 有上上下下的 例如加息的時候 可能債價會跌下來 減息的時候 債價會升 因為債券吸引 因為債的利息可能高於外面 外面的通脹 或者一般的國庫債券 所以 剛剛這個星期五 出其意料之外 德意志銀行發行的債券 提早收回 原本是五月幾日收回 現在就提早了幾個月 很多人就說 提早收回 是不是市場不行 不行 當然不是 它給你錢 它自己發行的債券 你借錢給它 讓它自己去投資 提早收回 當然要看什麼時候 有什麼價錢 其實它現在 收回價大概是98元 提早收回 其實是急升的 其實整件事 對市場是好事 德意志銀行 提早收回 是一個監管規局的 一個批准的決定 對投資者來說 是絕對一個積極的信號 我自己也認為是的 無論我自己也認為 Bomberg、彭博都這樣認為 其實它之前在賣的 叫做AT2 一些再次一級的債券 其實是非常安全的 它自己賣出來當然也會害怕 會否違約 或者有人會害怕 所以它決定提早收回 所以大家也說 之前也說 因為AT1的事件 即是一些 不是叫做 下個次級的債券 就說 這個稅銀 就收購了這個稅信 稅信就提早 就說 我不配的 那些人就說 很害怕 覺得會不會更多的 債券 變成沒有錢 變成貼牆紙 所以人們就很擔心 當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人們就會很害怕 類似這樣的消息 也會不判去解讀這些事情 包括今次的特幣 其實這支銀行 出其不意 屬於這支債券 我覺得也是正常的 因為 免得人們害怕 會不會沒有錢 其實是非常好的事情 因為人們可以拿到錢 令人們放心 但是市場上不是這樣解讀 股價是不斷地下跌 所以 人們就說 喂 是不是一個信號 就說 這間得意志銀行 會不會倒閉 這樣 有很多錯誤的解讀 其實我想說 不是的 即是 是安全的 至今 只不過 一些CDS 這類次級債券 通常 你說銀行倒閉 出現很大的虧損 才會被 覺得 變廢紙 被人清倉 觸發到 很多人覺得 會不會 得銀也有事呢 看股價 這幾年都沒有什麼氣息 但是 其實這間得銀每年賺錢 這間得銀每年 2022年全年獲得50億歐元 比2021年成長 增長159% 賺很多錢 2022年底 一級資本充足率 是13.4% 其實比瑞信低一點 但是也是差不多 CET1 瑞信是14.幾% 流動性的覆蓋率 我一向所說 Liquidity Coverage Ratio 是142% 和瑞信差不多 純穩定的資金比率是119% 其實 基本上 它絕對有能力去償付一些 萬一 如果一些人拿錢拿不到 擠提的問題 絕對是 提供到答案 完全沒有問題 現在 整個歐洲央行 都提供流動性 所以 就算是美聯儲局 都會提供全世界的流動性 所以暫時 都不是一個太大的問題 但是 一些人 一時就恐慌 不太懂 或者是 人云逆云 那種 你見到它 這間公司 它的投資部 投資銀行 佔它 100億 應該是美金 包括 Pivote Bank Coffee Bank 一些 asset management 很多不同的業務 你見到 其實銀行 淨賺錢 都是靠這些 借貸 借出去 所以 其實它很健康 看它的數據 當然 這幾年 生意一般 搬 但是 現金收入 也是有增長 所以 大家不用去到很害怕 但是傳媒 一尾說到 那些債券賣不到 要收回 肯定是不可以 其實 我只是過分解讀 過分去理解這件事 其實是證明它有錢才會贖回 沒有錢才不會贖回 沒有錢才不會贖回 這個 以至銀行 董事會 它的成員 就說 暫時沒有收購 有瑞信的意向 亦不會像瑞信那種風險 其實全世界 都是賣很多歐洲的資產 但是這些歐洲資產 最近都是急跌 變成 大家都心情不太美 私環片 歐洲的銀行股 一開始 開盤 星期五 大跌4% 只是說說 這三月 已經跌了差不多20% 整體 歐洲 開市的時候 很多盤 都是跌2% 1.幾% 整體 都是非常恐懼 但是 美股收市又不是太差 其實 整體市場都有輕微的反彈 尤其是AT1的債券 債券彈不少 當然 恐慌還恐慌 究竟我們的存戶 擺錢在銀行 其實不安全 我自己覺得 仍然非常穩健 無論在香港這些銀行 或者本公司 或者所有金融機構 其實 接觸AT1的債券市場 是相對比較少 尤其是 退休金 或者NPF 會不會沒有錢 暫時不會 不用太緊張 因為見到 阿公阿婆說 我很害怕 錢都拿出來 不用太緊張 基本上 現在大部分市面上的銀行 都做到一級資本衝出比率 尤其是巴蘇協定之後 基本上 香港有一個存戶保障的機制 變成都不用太擔心 你說 你真的要很擔心 原來分開 五間十間銀行 擺放 但未至於完全拿不到錢 那種 短期之內 有些CDS急升 由幾十點 升到幾百點 可能是2018年 以來一個高位 但只不過是 一些買債券的人 去對沖 一些信用調期 一些交換 一些違約交換 是急升 所以 也未至於 令到以後 骨牌效應式的 一種連鎖反應 主要市場上 現在比較擔心 就是 原本以為不加息 誰知加了0.25厘 一方面是這樣 二來 例如Coinbase 剛剛這幾天 都非常大的下跌 雖然偶爾有反彈 但主要在金融機構 都非常緊張 就說 這些公司 我會小心些 我會檢查你的數目 所以市場上 對這些加密貨幣 很多加密的平台 在賣這些東西 都是比較擔心 無論是Block 都是的 美國證券交易所 都是說 會在看這些公司 會不會有些 下一波的金融行動 這些公司 小心些 所以 收到這些通知 市場上 都是比較害怕 比較波動 但未至於 完全 崩盤式 所有的東西都下跌 我覺得 接下來 很多這些 金融事件 湧現 都不出奇 但最重要 就是 心裏 要淡定些 知道哪些銀行 是全世界 安全 很多大的銀行 都有一定的資本 充足比率 都可以 遇到金融的風險 你說 不是 不單止放銀行 你也可以放在不同的地方 不斷存款取息 例如 可以放在債券上 債券是非常之 其中一個好的方法 你可以放一些穩固安全 例如 美國國父債券 香港政府的 綠色債券 都是比較穩固 可以賠得足 中間又收到利息 當然 你說 是否0% 完全沒有風險 當然有匯價的風險 其他風險 你也要知道自己 如何對沖 這個風險 你說 部分不放在股票 債券基金 或者收息的工具 都是長遠可以對沖到市場上 一個行的波動 當然 長期真的要靠你如何積極 每個月操千 可以做到退休收息的效果 當然很多人都對市場 都覺得很恐慌 現在的債券到2008年的水平 股票跌了十幾二十個% 都說很害怕 其實永遠都是最恐慌 最風險大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個最好的入市時機 當然沒有人有水晶球 預言 究竟現在是否最便宜 會不會直線上升 沒有人知道 但是起碼永遠 都是要想方法去資產增值 在低位的時候 願意去放一些資源 在高位的時候 減散了一些風險 為什麼我覺得今年 一個非常好的債券投資一年 因為債價已經非常低 債息也表現得非常好 最近也反達了不少 整體市場 你見到利息已經差不多見頂 耶倫都說 已經是接近了一個非常高的位置 也有機會今年有機會回落 變成加息的周期已經去到尾聲 通常加息的周期尾聲 通常債價就會開始穩和 過去這幾十年 都是這樣的現象 變成我覺得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投資機會 不單止債券 可能是股票上 因為利息回穩 利息的成本 都是下降 變成很多公司 成本都開始控制得到 只要通脹回落 整體市場 都會為之好很多 其他當然 一定要做一些儲蓄 應對閒的風險 一些穩定收息的產品 一些可以退休收息的產品 都是非常好的 適合一般大眾 怎樣可以長遠 對抗到通脹 將來做得非常穩固的 現金流的收入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分享 所以大家都不用非常擔心 這個風暴應該接近尾聲 我覺得今年都應該有 最少我覺得 我自己個人古怪 應該有10-20%的增幅 希望大家喜歡分享 給like、subscribe、share 五個頻道 我要上飛機了 又要再出去 希望大家支持我的頻道 繼續聽我的頻道 下次再跟大家報更多 關於理財、財經的資訊 希望大家快點再見 拜拜